由周杰倫作曲《方文山作詞的告白氣球》 自2016年推出後意外爆紅 一直到今天還是超紅 還被不少國外藝人翻唱 最近在網絡上傳出一張拍攝備案表 內容寫著《告白氣球將開拍》 讓粉絲們都相當期待 也都驚訝表示 兩人也太低調了吧 但此部電影其實跟杰倫的告白氣球 是完全沒關聯 《方文山》19日在網絡上無奈回應 沒有啊 沒這回事 這只是名字曲的跟我們寫的歌一樣 但跟我們毫無關係 更澄清周杰倫不會演出這部電影《告白氣球》這首歌 也不會被用為主題曲 不過倒是另外一部普攻音的約定電視劇 就真的是他和杰倫共同參與的作品 預計將會在2019年上檔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這部囉 天長娛樂 整理報導